他对明和老祖一点也不了解 但也算计辞三番听人提过 觉得这个家伙不好对付 可能他没有鬼王那么强 但也是一个未面的大佬 而且手下强者众多 可能类似当年的师族 有搅乱三界格局的势力 更不要说无极鬼王很可能也回来了 八成捣风去了风之谷 开始准备了吧 叶少阳突兜了一个周天 坐在床上 通过窗户望着外面的夕阳发呆 他有预感 未来还会有许多血雨行风的战斗 在等着自己 甚至比十六年前更加强大 好在与十六年前的自己相比 自己也更强了 大家也都更强了 邪魔 外道 不足道也 叶朝阳神吸了口气 开始新的一轮的修炼 一个巨大的鼠 在海中间的一座孤岛上 树上盘踞着很多小精灵一样的东西 像是生命体 果实一样的挂在了树枝上 叶小木十分惊奇地抬头 看着着梦幻一般的一幕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离开人间 来到了传说中的混沌界 他们是肉身投影过来的 因为要在这里待上一阵子 如果是混沌 肉身怕是要臭掉的 人在这里居然能飞行 这种感觉太奇妙了 不过飞行是消耗法力的 以他这点修为 根本就不能长泳 他差一点就连往岛屿的这片海域 都飞不过去了 这里是生命之海 岛屿中间就叫做生命之树了 根据混沌界的邪物介绍 这名字是杨公子取的 那个死在三界之战中的混沌天魔取的 叶小木只听说过 她是个倾国倾城的美女 可惜见过她的人极少 轩辕之门就在这棵树上 不过在轩辕山成了废墟之后 这里也名存实亡了 接近轩辕之门的地方 能够感到充裕的灵力 风一般的吹来 据说这里曾经有很多邪物聚集 吸收灵器修炼 不过都是鬼域里不入流的那些 真正牛逼的邪物 早就去了轩辕废墟了 后来这一代被法术界清理干净 成了法术界试炼的专用入口 老伯 我们又来了 带队的章鱼朝着树下一个老头走了过去 叶小木听过介绍 说他是一只混沌 本来是混沌天魔 派来这里守护轩辕之门的 在发生了那场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 这里已经不需要任何人来守护了 但他还是常年待在这 老头对章鱼冷言相加 我说过了 这是我们混沌界的地盘 不欢迎你们人类 章鱼轻蔑地笑了笑 老伯 我们人类跟你们混沌 可是一直都很友好的 我们只是借到去轩辕废墟 跟你们可是求毫无犯 老头怒道 几年前你们人类杀了我们两名同胞 那算什么 老伯 这都什么年代的事了 法术界也对他们做了处罚了 并责令各派约束弟子 从那之后 这样的事情就没有再发生过 老头说 什么丑法 只是发他们面壁思过半年 我这里可是两条性命 章鱼回头看了自己的队员 叶小木一干人 像是吃瓜群众一样的看着他 身为八子之一的章鱼 有点不耐烦了 冲着老头说道 老伯鸟对法术界的处理有意见 我可以代为转告大裁决 但我们都是来试炼的 这是法术工会允许的行为 而且也进行了十多年了 算是传统 还请老伯你配合 老头还在纠缠 不过才十年 叫什么传统 过去数千年也没有人类敢大局进入我混沌界 章鱼本来已经招呼大伙走过去了 听见这话又站住了 上下打量着老头 不爽地说道 你今天怎么回事 这么多怪话 老头谈道 哎 若我主俺在的话 混沌界哪里会堕落如此 你知道就好 章鱼冲他笑了笑 我也不是那种试快的人 但实话就是这样 以前你们有混沌天魔罩着 背后还有刀锋 现在混沌天魔死了 刀锋也刀锋死了 那你们就得本分一点 懂我的意思吧 我不希望将来路过这里时 再听到你这些怪话 说完他招呼自己的队员 从残破的轩辕之门走了过去 老伯 得罪了 从老头身边经过时 叶小木忍不住歉意的问候里声 等着吧 老头地声你那里句 什么 叶小木没听清楚 等着吧 刀锋有一天会回来的 那个时候我看你们谁还敢闪闯我混沌界 叶小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跟着王小宝和苏妍一起钻了进去 轩辕废墟 进去了才知道 跟想象中一点也不像 这里一点也不像是废墟 连绵起伏的山巒 有些居然还在云彩上 掩藏着一堆祥云中间 脚下到处都是花草树木 比人间要茂盛繁荣的多 很多植物还都是叶小木 在人间从未见过的 总之 处处让它感到惊奇 这里的灵气比外面还要充裕 在靠近轩辕之门的地方 两边立着很多石碑 大概二三十米一个 总的看起来是一个椭圆形 穿出了附近一两平方公里的范围 石碑上刻着各种不同的符纹 像是电子显示屏上的字符一样 发出暗光 这是一个结界 是法术界诸多大佬联手打造的 将中间的一块区域划分出来 没有任何邪物能够突破 这样 轩辕之门就不会被习无占领 张宇对第一次进来的组员介绍道 就是游戏里的安全区 王小宝在叶小木的耳边 补了一句非常生动的形容 在安全区的中间 白封着很多帐篷 已经有很多人在那里忙活了 张宇带着大伙走了过去 一边跟他们解说 这些帐篷都是法术工会建的 主要是用来存放各种丹药 如果有人在试炼中受伤了 要立刻回到基地来 接受治疗 在最大的那座帐篷前面 张宇带着他们跟大部队会合了 在人群中 叶小木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 三界盟和双绝八子中的一些成员 当然自己认识他们 他们不认识自己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